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章的第八节 进度管理 进度管理毫无疑问是我们的五星考点了 第二章里边的五星考点 这是它的重要程度 难度的话可以很难也可以很简单 然后去年21年是比较非常规的 没有考就这么多年 每年都是要考的 而且分一点都不低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出两道大题 比如说它会移到横道图 移到网络图会考两个 所以分甚至接近20分 就至少是10分打底 然后15 20这样 所以像去年这样子没有考进度的 是不太常见的 这样的一个年份 所以这是我们的进度 它一个人有可能就会称起小20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本节考点概览 简单来说 其实进度这部分的文字 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重要 还是需要大家会算 这个横道图网络图 我们之后会讲一些题目 我们来看 有四部分内容 施工进度计划类型与编制 这里边我们就会提到 横道图网络图 他们的优趣点的对比 然后第二部分 施工进度控制措施 第三部分 施工进度计划调整 这两个之间是有逻辑关系的 就是我们都希望完完全全 按照我们最初的进度计划来执行 但是你在执行的过程中 就有可能会出现进度的拖延 公期的延误 所以他就说 怎么来控制这个进度 你有哪些措施 能够确保我们按照这个进度来执行 然后再往下 万一出现了偏差 出现了拖延 延后怎么办 再说调整 你看见没有 所以它是有逻辑关系的 我们有哪些措施来保证它 已经拖延了 我们怎么来调整它 好 最后一部分 第四部分 工程费用进度偏差分析与控制 这个是我们标函最重要的地方 也就是有赢得值法 所以我们说 进度为什么能考15分 甚至20分 横道图来一个 网络图来一个 中间再搭配一个赢得值 这是我们一件最常见的考法 就是赢得值 你也必须要会 就是BCWP那个CVSV那个 你也一定要会 它往往就会揉在我们横道图 网络图里边来进行考核 这是进度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证文 第一个考点 施工进度计划类型与编制 这个就是一星了 我们说它的证文显得不是特别的重要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容 准确来讲 应该是19年还考了一个 这里边应该19年 也考过一个文字叙述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写二 积淀工程项目 施工进度计划表示方法 积淀工程项目 施工进度计划表示的方法有 横道图 网络图 流水作业图表等 常用的主要就是两个 横道图和网络图 这两种 横道图和网络图 我们简单看一下它的图片 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 横道图非常的直观 每一项工作 哪天开始 哪天结束 标的非常的清楚 那网络图显得就没有 横道图那么的直观了 但是 横道图没有办法 一眼就看出这个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网络图是可以的 这是他们两个之间 最大的一个区别 还有就是网络图的编制 会稍显复杂一点 特别复杂的项目 是需要借助计计算机来编制的 然后其中19年 考了一个题目 他就问你 请问横道图 有哪些优缺点 有哪些这个 主要是指它的缺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 给大家罗列在这个里边 它有哪些特点 好刚刚我们讲了 横道图的特点是 直观清晰 哪天开始哪天结束 容易看懂施工进度 计划编制的意图 第二便于工程施工的 实际进度 与计划进度的比较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哪一个工作 早了还是晚了 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 很容易对比出来 第三便于工程 劳动力物资和资金 需要量的计算机安排 第四 19年好多同学 就没有写这句话 他光写了直观清晰 便于比较 便于安排 最后一句话 适用于因此 就这几个汇总到一起 因此它就适用于 小型项目或大型项目的 子项目 好 这是横道图 它的优缺点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双代号网络图 双代号网络图 它的优缺点 正好是对应的 它们俩的优缺点是反的 第一个 能够明确表达 各项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 而横道图 它是平铺直序的 它是没有 没有办法一眼看出逻辑关系的 第二 可以找出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 明确各项工作的 机动时间 第三 可以利用计算机 进行计算优化和调整 施工进度 因此一些大型的项目的话 我们一般是用双代网络图 第四 便于找出施工进度计划 实施中项目管理的重点 我们就抓重点 抓住这个关键工作 第五 能合理调度人力和物力 使施工进度计划 执行平稳均衡 利于降低施工成本 这就是横道图 以及双代网络图 它们的优缺点的对比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大写四 机电工程 进度计划编制的 注意要点 这个注意要点呢 就是想要提醒大家 又是那种小四点 看到第二章的小四点 小五点 要稍微的留意一下 我们同样的提取关键词 好 第一个 编制的机电工程进度计划 在实施中 是能够控制和调整的 就是你是需要 有一些机动的 机动性的 便于沟通协调 使工期资源费用等目标 获得最佳的效果 应能最大限度的调动 积极性发挥投资 效益 因此关键词就是 能够控制 能够调整 第二 确定机电工程项目的 施工顺序 也就是哪个工作先开始 哪个后开始 要突出主要工程 要满足 先地下 后地上 先干线 后支线等 施工的基本顺序要求 这个我们叫什么 我们在第一章 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这个我们叫做 机电安装的通用要求 就是当你不知道 怎么干活的时候 你就按照这个通用标准 来就可以了 满足质量和安全的需要 注意生产辅助装置 和配套工程的安排 满足用户要求 简单来说 就是要确定 它的施工顺序 先开始哪个 后开始哪个 好 到目前为止 先什么 后什么 机电的通用原则 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 学过了 自动化仪表 通风空调 还有管道 最后我们给大家 做一个总结 你就直接把这个结论 记下来就可以了 不管是选择题 还是案例题 你比如说选择题 我们自动化仪表 考过很多次了 然后案例题呢 经常就可以用我们这个 通用原则 来做对题目 就可以 他问你 我们这个横道图里边 有错误 横道图里边有错误 往往就是因为 它违反了我们 机电的通用原则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总结了 包括我们自动化仪表 建筑管道 通风空调 所有的内容 在这里边了 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 你前面学的内容 先地下 后地上 先深 后浅 先干线 后支线 先土建 后安装 我们说一定是 先把房子盖好了 你才能在里边 安装设备 对吧 先安装设备 再配管部线 这个基本上是 我们第一章 学了很多内容的 指导思想了 得有设备 然后呢 管道去找这个设备 先里 后外 先高 后低 先中 后清 先主 后支 先主管 后支管 先上 后下 先上部 后下部 然后 先钢管 后塑料管 也就是我们 先中 后清的这个原则 先利管 后水平管 所以这是我们 整个机电的通用原则 总结到一起 这个要熟悉 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 确定各项工作的 持续时间 就是每一个工作 什么时候开始 并且你要知道 它要干多长 计算出工程量 根据类似施工经验 结合施工条件 加以分析 对比 以及必要的修正 最后确认各项工程的 持续时间 这里边涉及到经验 就你得知道哪些工作 它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需要持续多长的时间 第四 在确定各项工作的 开竣工时间 和相互搭接协调关系时 应分清主次 抓住重点 优先安排工程量大的 工艺生产主线 保证重点 兼顾一般 第五 编制施工进度计划时 应满足连续均衡施工的要求 使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应 连续均衡 我们就以起重机为例 同样A工作也要 用到起重机来调装 B工作也要 你就应该尽量 把它们安排在一起 你不能说A工作 结束之后 还隔个十多天 再做这个B工作 那请问中间这个 空闲的时间 这个起重机是出厂吗 还是在这涡工 所以尽量把都要用到 这个施工机械的 尽量给它安排在一起 合理的衔接 搭接 保证我们的设备 是连续均衡的施工的 第六 施工进度计划安排中 留出一些后备工程 以便在施工过程中 作为平衡调剂使用 也就是说 你施工的进度太快了 你后面没活干了 也不行 要有一些后备工程来调剂 考虑各种不利条件的限制和影响 为施工进度计划的 动态控制做准备 好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关于 进度计划编制的注意要点 如果他考到这样一个案例题 你要会提点关键词 第一 我们的这个进度计划 是能够被控制和调整的 第二 要确定各项工作的施工顺序 既要确定它顺序 谁先开始 谁后开始 也要确定每一工作的持续时间 第三 就是确定各项工作的持续时间 所以二三 他们两个可以一起来记 第四 要分清楚次抓住重点 第五 要确保连续均衡的施工 第六 要有后备工程 考虑不利条件的影响 好 就是关于我们边进度计划的时候 考虑的注意的要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一零年 一二年问到的一些题目 泛光照明 施工进度计划 编制应考虑哪些因素 其实就是这道题 对不对 一零年 十多年前的一道题目 问你编进度计划 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刚刚那道题 只是它没有那么大 不会让你全部把它写出来 需要补充一些内容 一二年 用节点代号表示 施工进度计划的关键线路 找关键线路 这就是网络图里边 让你找关键线路 一二年这道题非常的经典 在我们教材后面 罗列了 每一年 从考完之后 每一年都被收录进了 一二件的这个教材里边 然后我们因为是考点金讲课 所以没有太侧重于 讲这个考题本身 所以没有给大家展开 我们会抽一些 这个某一些小问来讲 所以这个题 大家一定要把它练得很熟 因为一二年这道题 太过于经典了 后来一八年的二件 原封不动的把它抄了 并且后来我们一件 很多年份的网络图 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变形的 该施工进度计划的 总工期是多少 所以你要会找关键线路 会算总工期 是最基本的 这个考法 最基本的一个要求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考点 施工进度控制措施 这个就一星 你看就考过一次 就是我们怎么来控制 这个进度 同样的 它的文字显得 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进度还是以 具体的某一个 横道图网络图来考的 大写二 影响基电工程 施工进度的因素 我们先来看大标题 影响施工进度的因素 我们翻译一下 就是哪些原因 哪些因素 会造成我们工期的拖延 哪些原因 我们说内部和外部 谁都有可能 我们自己有可能 别人也有可能 所有的间接 或者直接打交道的 都有可能 所有的天灾人火 都有可能造成 我们的进度拖延 对吧 好 所以这是影响 基电工程施工进度的因素 好 我们来看有哪些 内外部的影响 第一个 影响基电工程 施工进度的单位 主要有 我们说直接 所有直接间接打交道的 都有可能影响我们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资金不到位 我没有办法采购 相应的材料和设备 我没有办法发工资 建设单位 或者建设单位要改图 它有新的想法 都有可能会影响 设计单位 图纸没到位 或者图纸有错 会影响我们的工期 影响进度 建立 建立总是找我们的问题 找我们的毛病 也会影响我们的工期 物资供应单位 这个物资供应 设备没到货 或者到货了之后 它是有指导问题的 我没办法使用 还得换换这个设备 也会影响我们的工期 交通通信 供水供电 停水停电 这些政府有关顾们 都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工期 这是相应的单位 第二 施工过程中 需要的工程设备材料 购配件和施工机具等 不能按计划 运底施工现场 或是运底施工现场检查时 发现其质量 不符合有关标准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讲货物的问题 具体化了 具体化 这是物资供应单位造成的 设备要不然没到 用不了也会影响我们的工期 第三 建设单位 具体化建设单位 主要就是钱 建设单位没有给足工程预付款 拖欠工程进度款 影响承包单位的资金流动 流动资金 影响承包单位的材料采购 劳务费的支付 影响施工进度 第四 建设单位对工程提出了新的要求 设计单位对设计图纸的变更 或者是施工单位要求 设计修改 都会影响进度的计划 这是图纸 钱图纸货物 都有可能影响 第五 环境 施工过程中遇到气候 水文 地质 以及周围环境 等等方面的不利因素 承包单位寻求 相关单位解决而造成的工期拖延 有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 其他 有哪些呢 比如说在固定总价合同中 遇到设备材料 价格上涨 造成设备材料没有按计划 到达施工现场 因为你签的是固定总价合同 不是单价合同 价格归了 你也硬着头皮也得买 对吧 价格上涨了 这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工期 第七 施工单位的自身 自身原因 自身管理技术水平 以及项目部在现场的组织协调 与管控能力的影响 好 前面六个把别人的毛病全部都找了 接下来就该找自己的毛病了 内部的和外部的 例如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 前面都是理解 其实如果要记的话 这个例如里边可以单独来记 为什么 因为它是可以撑起一个小点的 小五点 你把别人的毛病找完了 找一找自己的 我们有哪些问题 归根结底 人积掉法环 还是人积掉法环 这个小五点 第一个 施工方法事务造成反攻 自己方法有问题 造成了进度的拖延 第二 施工组织管理混乱 管理混乱 本质上也是一种方法的问题 也可以理解成人的问题 管理层的问题 第三 处理问题不够及时 拖延 第六 各专业分包单位不能如期履行合同 这个是我们前面学过的 我们在合同管理里边学过 分包和总包 我们叫连带责任 对吧 任何分包单位的违约 均会被业主视为总包单位的约约 因此 总包单位要重视 并且指派专人 对分包单位进行指导 这个地方又体现出来了 因为你分包单位了 还是总包单位的 第五 道场的工程设备和材料 经检查验收不合格等现象 都会影响施工进度计划 这个是积和料 有同学说这个地方不是提过吗 前面讲了这个材料 运体现场检查的时候 发现不符合质量 这个是偏重于外部 说是别人的问题 最后这个说的是你自己检查了 你没看出来 又有这个影响 不合格 已经经过检查验收了 但是还是不合格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 还是自己的一个问题 你看你的管理 要不然就是你技术水平的一个问题 所以也被归为的自身的 这个要注意 好 这是关于哪些会影响我们的进度 内部的外部的 有七点理解就好了 好 大写三 机电工程施工进度控制的主要措施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四大措施了 四大措施很好用 问你控制进度 四大措施 问你控制成本 也是四大措施 我们叫组合经济 组织合同技术经济 组合经济 四大措施 那首先你得知道哪四大措施 对吧 用我们的口诀可以记组合经济 其次他还有一种考法 怎么来考呢 就问你以下属于哪一种措施 选择题你也能够判断它 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 组织 跟人有关的就是组织 我们说组织就是一群人 一个人叫某某施工作人员 一群人就叫施工组织 组织措施 是人 第二技术措施 就是法 哪些是法呢 跟方案有关的 施工工艺啊 施工方案呢 这种就叫做法 组织技术措施 第三合同措施 合同 其中要特别提醒大家的 就是索赔 这个是比较容易错的啊 你们公共课也有 我们实务也有 还会考选择题 请问索赔属于哪种措施 有的同学会不小心 把它理解成经济措施 但是它不是 它是合同条款里边的内容 就是你究竟能不能索赔 属不属于违约责任 应该是你们在 合同条款里边约定的 所以它属于合同措施 要注意索赔 你只要把索赔搞清楚 其他的就简单了 接下来经济措施 就是费用跟钱有关的 比如说奖 承 发奖金 然后罚你的钱 这种就跟钱有关挂钩的 叫做经济措施 所以其中索赔 大家觉得好像是跟钱 索赔钱 所以容易把它判断成 经济措施 但是它是合同条款里边规定的 因此属于合同措施 搞清楚 然后我们把这个搞清楚了 再来看书上的描述 就简单了 简单我们来过一下 组织措施跟人有关的 第一个 确定积淀工程 施工进度目标 建立进度目标 控制体系 明确工程现场 进度控制人员 及其分工 落实各层次的进度 控制人员的任务和责任 好 目标是给谁定的 给人定的 对不对 体系用来讲什么 管人的 控制人员 分工 然后相应的任务和责任 是给谁定的 给人定的任务 人定的责任 这都是属于组织措施 第二 建立工程进度报告制度 以及进度信息沟通网络 报告 也是人的报告制度 用来约束人的 第三 建立施工进度协调会议制度 会议 人开会 第四 建立积淀工程 图纸审查 工程变更和设计 变更管理制度 变更管理制度 这个要小心 这个属于组织措施 不要把它判断成了法 不要判断成技术措施了 好 这是组织措施 接下来 第二 技术措施 就是跟法 跟方案有关的 第一 为实现计划 进度目标 优化施工方案 第二 审查分包商提交的进度计划 进度计划 属于技术措施 第三 编制施工进度控制工作 细则 细则 技术措施 就是把细划 第四 采用网络计划技术 这出现了技术 其他适用的计划方法 并结合计算机的应用 对机电工程 进度实施 动态控制计算机 都属于技术措施 第三 合同措施 合同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它基本上 你能找到合同这个词 你看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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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再加上我们说的索赔 比较容易错的索赔 好 就可以了 我们来 略读一下 第一 协调 合同工期与进度计划之间的关系 保证进度目标的实现 第二 合同中要有专用条款 防止因资金问题而影响施工进度 充分保障劳动力 施工机具设备材料 及时进场 三 严格控制合同变更 第四 在合同中应充分考虑风险因素 及其对进度的影响 以及相应的处理方法 第五 加强索赔管理 公正的处理索赔 所以所谓合同措施 简单来说 就是你在编合同的时候 条款一定要细化 一定要明确相应的责任 然后第四 经济措施 基本上都跟钱有关 跟费用 哪些是跟钱有关的措辞呢 资金肯定是了 预付款 进度款 赔偿金 还有刚刚我们特别强调的 这个奖励奖程 都是属于跟钱有关的 这个是最好分辨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在工程预算中 考虑加快施工进度 所需的资金 编制资金需求计划 满足资金供给 保证施工进度目标 所需的工程费用等 第二 施工中及时办理工程预付款 及工程进度款 支付手续 第三 对应急赶工 给予优惠的赶工费用 对工程提前给予奖励 对工程延误 非常近 这是我们讲的四大措施 首先你得知道 组织合同技术经济 以及他们各个字的关键词 选择题能够分辨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年 A公司项目部 在实施监控系统 施工进度计划过程中 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 前面不要管他 那么长一串 后面就是进度计划 受哪些因素的制约 哪些因素啊 内部的和外部的 在背景中出现的 只要是直接间接打交道的 建设监理设计 供货单位都可能 嘴文啊 这些还有跟我们自己有关 自身的管理 自身的技能水平 都有可能会影响 图纸 这个资金不到位 这就是关于影响进度计划 这个是都可以研制有误的啊 内外部 只要是会影响到我们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 都可能会影响 好 本工程可采取哪些 调整进度的措施 来保证进度计划的实现 你一看四大措施 对吧 问的是进度的 进度你就打四大措施了 组织合同技术经济 就可以直接写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考点 施工进度计划调整 前面讲了 我们就想控制它 不要延期 现在这个考点就告诉大家 已经延期了 怎么办 那你得追回来啊 对吧 前面影响之后 后面得追回来 所以怎么去调整 一星也是考过两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大写二 激烈工程施工进度偏差分析 这个呢 就是文字叙述啊 它比较干瘪 一般还是放在一个具体的案例里边 来考的 它不会说这样来考你 硬考文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 分析施工进度偏差 对后续工作和总工期的影响 换句话说 你这个进度偏差 我们把它翻译一下啊 进度偏差这个词很书面 就是延期了 拖延了 就叫进度偏差 拖延了 对后续工作有没有影响 对总工期有没有影响 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管理都学过的一个内容了 直接给大家结论就可以了 第一 分析有进度偏差的工作 是否为关键工作 好 我们说 无非就是 要不然就是 是 要不然就是 否 如果你耽误了这个工作 比如说一个C工作 你上来耽误了它十天 那如果这个C工作是关键线路会怎么样 肯定影响总工期 对吧 如果它是关键工作 那肯定影响 因为它是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上面 所以结论就是 如果它是关键工作 肯定是影响工期的 第二个 分析进度偏差 也就是说这个拖延是不是 是否大于总时差 是否大于总时差 好 如果 同样的我们说 要不然就是 是 要不然就是否 如果大于总时差 会怎么样 影响的是 总工期 它是非关键工作 但是它大于了总时差 影响工期 那你得知道什么叫总时差 总时差 就是在不影响 总工期的情况下 每一个工作的机动时间 就是它能玩的时间 你现在已经把这个机动时间 给用掉了 所以它肯定是影响工期的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分析进度偏差 是否大于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 影响的是谁 影响的是紧后工作 影响的是紧后工作 所以如果 它影响了自由时差 影响的是紧后工作 如果 连自由时差都不影响 那它什么都不影响 紧后工作也不影响 好 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的进度 结论就在这里 如果它是关键工作 那肯定是影响工期的 如果是非关键工作 但是总时差被耽误了 它也是影响 我们的工期的 如果它是非关键工作 大于了自由时差 影响的是紧后工作 好 那我告诉大家 直接给大家结论 一般在我们一届里边怎么考 最爱考的是这种 最爱考的就这种 为什么呢 我们来说一下结论 如果一个C工作 就按照我刚刚讲的 它耽误了十天 耽误十天 然后你一做题 你一发现 我C工作是关键工作 那我告诉你 人人都能做对 每一个人都能做对 这种题没有任何挑战性 它不考 大家都能拿分 好 然后我们再来讲第三种 如果它是非关键工作 而且又没有大于自由时差 那就没有任何影响 就没办法做题了 这种也不太容易考的 而且我们意见 基本上是不考紧后工作的 就是考对总工期的影响 所以最爱考的 我告诉大家 一个最有挑战性的 就是非关键工作上面 大于了总时差 你像这种题 C工作耽误十天 一般你的结论就是 C非关键工作 然后呢 它又是有总时差的 最后可能就是耽误了五天 或者耽误了七天 这是我们最爱考的 意见最爱考 你把这个结论记住就可以了 然后你去做题 连着多做几道 一二年啊 一三一四的题 你一做 就这种套路 一般就是非关键线路上 耽误了一部分总时差 然后它就一部分影响了工期啊 就是我们讲到的 意见比较爱考的 好 大写三 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方法 现在我要调整了 就已经耽误了 我得调整后续的工作 怎么办呢 它的要求是第一 改变某些工作的衔接关系 第二 或者是缩短某些工作的持续时间 好 我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 它说的这个某些 一定要是关键线路上的 你调整才有意义的啊 怎么改变它的衔接关系呢 比如说 把顺序作业 改为搭接作业或平行作业 好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现在已经这个C工作耽误了 现在这个C工作 我们讲的已经耽误了 比如它耽误了五天 接下来你就想把它找回来 对吧 你得压缩后面的 CDEF 我们就以E工作 这个E工作 它呀 要干十天 这个F工作呀 它也要干十天 接下来 你C工作耽误了 耽误了五天 怎么办 我要把它找回来 把它压缩回来 它说改变衔接关系 如果E可以改变的话 换句话说 他们不用等干完E才干F 是可以中间搭接的 那你可以顺序作业 改为搭接平行 比如说 你这个时候干E 你还是干十天 但是E还没干完的时候 你就开始干F了 中间他们不是有重叠啊 还没有重叠 那你这五天就省出来了吗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 把顺序作业改为搭接 如果你想再给它省的狠一点 你就这样子嘛 E工作和F工作一起开始 E和F一起开始 那你就直接的压缩了十天 但是我们不会考这种开放式的题目 它不会直接问你 请问怎么压缩 那答案五发八门了 那我又告诉你套路什么呢 它给你一个压缩方案 它说我们是这样压缩的 问你对不对 你就闭着眼睛打对的 因为历史都告诉我们对的 如果这道题它的调整是不对的 它就没办法考了 它就收不回来了 它得最后把它收回来 所以你就说 前面耽误了 后面我是这样调整的 请问对不对 你就说肯定是对的 这道题它才是一个完整的题目 这样它就编了两道题了 对不对 前面就问你 我有个工作耽误了 耽不耽误总工期 你说肯定是耽误的 耽误了一部分 第二个结论就是 我后面这个调整方案 合理吗 可不可以 你说可以 这是我们一件最爱考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改变邪纪关系 接下来第二个 缩短某些工作的持续时间 现在E F之间 不能够搭接 必须做完E再做F 那怎么办呢 就缩短 提示一定要是 关键线路上的关键工作 才有意义 对吧 同样的我们说 要缩五天怎么缩呢 你说E 那我就缩短呗 缩短到五天 F继续是十天 那不还是省掉了五天吗 对吧 或者你去做后面这个工作 E还是十天 我F做五天 总之也是可以省掉五天的 前提条件是 这个工作可以压缩 你像有的就不能压缩 比如说土件 你混凝土胶住之后 你要等它干 你必须要这么长时间 否则它硬化不了 像我们机店里边 焊接 我可以压缩 为什么 我本来十天干完的活 我加班加点 晚上让师傅干 可不可以 我多来一些焊工 可不可以 我多来一些焊机 我也可以压缩它一半 所以前提条件是 这个工作是可压缩的 而且赶工费用是比较低的 好 你像这是我们 给大家讲到调整方法 改变闲机关系 或者改变持续时间 一般考试 它不会给你一个开放式的问法 就给你一个结论 你就说它的压缩是可以的 就可以了 好 大写四 施工进度计划调整的内容和步骤 第一个 施工进度计划调整的内容 调什么呢 第一个 调施工内容 第二 调它的工程量 改多或者改少 对吧 一般是改少 第三 调期指时间 就我们讲的 你可以往前提 然后第四 改变持续时间 可以压缩它 时间改成五天 第五 改变它的工作关系 顺序作业改为搭街 甚至改为平行作业 第六 资源供应 怎么资源供应 就刚刚讲的 增加焊工 增加焊机 总之都是一些手段 都是你调整的方法和内容 就可以 把我们这个时间给它压缩了 第二 关于施工进度计划调整的原则 刚刚我已经讲过了 调整的对象 第一 必须是关键工作 调整非关键工作 没有什么意义 第二 并且该工作是有压缩的潜力的 就它是能备压缩的 我们基点里边 不是像我刚刚举的例子 图件 你必须要给它那么长的一个硬化时间 一些吊桩啊 焊接啊 它是可以压缩的 同时 第三 与其他可压缩的工作相比 赶工费是最低的 这三个原则 关键工作 有压缩潜力 并且费用最低 那你就选择它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二年 它说说明施工单位调整方案后 能保证原计划工期不变的理由 这个在当年非常困难的一道题目啊 那 一二年也是打了一个样板 我们就知道这种题目 怎么去作答了 我没看背景 但是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哪些信息 他说 说明施工单位调整方案后 能保证原计划工期不变的理由 给了我们两个信息 第一 它调整方案了 第二 它工期没变 第三 它问你理由 这种题有点难哦 第一 它调整方案了 那你就可以想到 肯定前面延误了吗 它不延误 它调整它干什么 它不延误 它就按照原计划执行就好了 对不对 它肯定是前面耽误了呀 它在调整 好 其次 它工期不变 人家没有问题工期 新的工期是多少了 不是让你去做计算题的 但是它让你说理由 它让你说理由 好 当年很多同学这样写的 我重新又算了一遍 工期还是这么多 所以这是理由 这种就零分 就是没有考试概念的 人家要的是什么 彩分点 第一个 你耽误的这个工作 比如说C工作 它是不是关键工作 你要写关键 还是非关键 这就是个彩分点了 好 我说按照套路来说 一般是什么 非关键 非关键 然后呢 这个C工作耽误了10天 请问它真正的耽误了几天 有没有耽误总时差 耽误了 总时差耽误了三天 还是七天 然后你就往下写 C工作是非关键线路 它耽误了一部分的总时差 耽误了三天 所以我后面压缩 关键线路的三天 可以保证不变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考试的套路 答题的技巧 你不是说我重新算了一遍 还是这么多天 彩分点 你有没有写 是不是关键线路 是不是关键线路 你后面压缩的 是不是关键工作 它前面耽误了几天 你后面压缩了几天 这期都叫彩分点 所以你要会写 我下期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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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